請你跟我醬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醬過 請你跟我醬過 好家在好智慧 江母鴨補鍋頭 女心傷眼還變醜 所有的江母鴨有名的店 它只開9月到3月 所以你只能在這個時間 瘋狂的吃 因為吃一次少一次 你夏天沒得吃 我曾經一個禮拜吃了4天 然後你知道 整天早上起來長得真眼 江母鴨吃完 我就一定會長很多豆子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對 因為年輕 年輕可是醜 有什麼用 這麼醜 冬令關鍵時刻 怎麼不採好過冬 安心進步有訣竅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冬令進步了 謝謝 真的 進步好吃的現在是我們的福氣 真的 不過我想到冬天 大家是不分體制 不分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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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講話開場 前面放一鍋在這裡 對啊 好香 你說我們會不吞口水嗎 對不對 有時候這個東西一放上去 我們就受不了了 真的 好香 好香 但是不是說也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樣一個陣頭 淨頭 一到的這個季節 我們非得要進步一下 沒有意思 為什麼 五千年的傳統文化 對 可是我們先講冬令進步 它最早的理論是 源自於大陸的中原地區 那地方是寒帶跟溫帶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冬天非常的嚴寒 對 加上以前人其實因為物資缺乏 營養普遍不足 其實他們趁著冬天可以吃一些 高熱量高蛋白質的食物 可以來預寒取暖嘛 可是來看看台灣亞熱帶 其實我們的寒流也不過10度 對不對 這不如10度 10度 因為你冷氣會開很強 是 那跟我們來講就很冷啊 對 然後那平常大家肉也不少嘛 脂肪也不少嘛 肉量也不少嘛 對 那所以其實 老實說如果冬天真的吃了太多 進步了之後 那恐怕這些什麼糖尿病 高血壓痛風啦 心血管疾病 可能就開始找上你 這果然醫師是以醫師的角度 真的 但醫師你平常冬天你不會進步 對啊 應該是說我們進步有分不同的方式 我們一般 因為一般大家市面上看到 都是溫補跟熱補 事實上我們還有平補跟量補 所以我簡單來說 其實我若現代人來說 有四種體質 我們可能需要補啦 第一種就是 就是大家知道就像文華之後 他產後做月子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氣血大傷 所以他需要進補 這是第一類族群 那第二類族群就是剛生病之後 我們說大病出癒 好 元氣還沒有恢復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以進補 但是呢 我們常講虛無受補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也不要一下的 溫補跟熱補 我們用平補就好了 就像四神堂之類的 顧皮胃中 什麼人都能吃的東西 對 然後第三類就是針對 像有些小孩子跟老人家 他們是 但是我講的是比較體弱多病的 小孩子或老人家 可能面黃肌瘦 食慾不振啊 好 那發育遲緩 這時候我們可以稍微也是從脾胃去 平補起 那第四類就是現代人 因為長期的熬夜 工作時間很長 很耗費體力 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補 可是這時候補怎麼樣 要量補 好 不同的補法 當然也有不同的料理方式對不對 這路線可以區分的 食補這樣吃 身強體狀是好過冬啊 我們分門別類幫大家探討一下 好 先來看第一項是 你是手腳冰冷嗎 會胃肝嗎 筋痛嗎 可以補的是羊肉 羊肉乳來了 好香喔 羊肉乳有分的妳知道嗎 很了解 我對了 羊肉有分那種中藥 還有那種清燉的 對 好香喔 對 還有那種新鮮現仔的 還有帶皮的 對 帶皮不帶皮 還有羊肉片的 對 羊肉塊的 算的 好香喔 打開的話講話 不是 妳上面一講就知道 誰有吃誰沒吃 對不對 馬姐妳是從以前就吃到現在 就是冬天我一定都會常吃羊肉 而且我有個習慣就是我吃羊肉 我一定要喝熱湯 然後我一定要捧著 我會把熱湯捧在手裡 我會等它溫了我才喝 我不會很燙出去 給它喝下去 那是因為太燙嗎 對 因為 因為我聽說太燙的也不好 對不對 球球好 不好 對 所以不可以喝 對 不可以喝太燙 但是要暖手啊 要聞香味啊 射的刀石 對不對 就要一面享受它的香味 然後等它可以 入口 稍微一點點熱熱的 對 喝下去了 就是舒服 但是除了麻雀以外 這位一定要問她一下 怎麼看羊肉爐吃到身材這麼好呢 對啊 誰 我嗎 對啊 沒有 我問 可以豐胸嗎 應該是豐胸 那是另外一體 那是另外一體 只要這一體 就是我補 就是我是亂補型的 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是比較燥熱的體質 所以我不屬於那種手腳冰冷 我是滿熱的 然後呢 羊肉爐是因為我個人很愛吃 所以我壓根不覺得它是什麼 補品 我就是哈哈到冬天 好吃的 就會狂吃 然後一狂吃之後就會發現 開始長痘痘了 然後口蓋舌道了 然後甚至會流鼻血 所以太補了 對 所以羊肉對我來說有點太補 這個可能就符合了 所以如果你有怕冷啊 或是你很容易腰膝痠痛無力 還有女生還是會有筋痛 那男性來說 其實羊肉爐它也很好 因為它是有不慎撞羊的作用 所以如果有羊尾早洩 或是這些問題的人 那個超明哥眼睛毛亮了 真的冰了 你剛剛不是上街很愛羊肉爐 我們是吃好玩的 對 所以它的功效就是它可以補血 我們講羊肉 我們常說人生補氣 羊肉是補形 所以它可以補血暖身 還可以有補腎撞羊的功效 對 所以它放什麼中藥沒有關係嗎 主要是因為羊肉嗎 羊肉就是已經溫熱 但是一般放的中藥材 一般都是十全大補 也是補氧氣血 也是有溫氧的作用 是 所以那個羊肉爐 它裡面的那個 食物加勢菌就是八針 再加黃麒 再加桂枝 就是十全 另外因為有一些羊肉它不是很好 所以它會為了要砌除它的一個 那味道 清晒味道 它又會加一些炒果 又會加一些丁香之類的這些 還有加一些那個山賴 加進去呢 砌除掉它的一個腥味 所以這一鐵加進去了 以後又加十全大補 那整個羊肉就會 還有就是薑跟麻油去煸炒過 所以就變非常的燥熱 對現在的人熬夜啦 或者是容易感冒啦 或者是季節變化的時候 秋後變化的時候 你的一個抵抗力比較弱的人 其實並不適合 這就不要 那像女生如果有什麼 例如每個月來精痛啦 這種羊肉爐OK 應該很好吧 對 其實可是我會見 因為它有補的成分 所以你羊肉爐應該在 是 因為十全大補它是偏補的 所以你不要在 月經期間的時候 吃這個補的 有時候反而精血會衝不來 那在月經結束時候 你可以吃一些 那我想問一下中醫師 就是羊肉爐 越吃皮膚越癢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越癢 對啊 就全身都會很癢 不新鮮嗎 因為剛說冬天容易皮膚乾癢 大部分都是屬於 陰虛燥熱的體質 所以剛講你容易口乾舌燥 皮膚乾燥 或是大便密 就是這種都是屬於這種 陰虛燥熱體質的人 其實就不可以吃羊肉 其實不要說羊肉爐 其實羊肉都不行吃 就不行吃 對 沒錯 那如果以西的角度 洪醫師還有什麼族群 是不適合吃羊肉爐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我就很擔心 很多人隔天一大早來掛急診 有時候昨天吃了羊肉爐 吃了這些補品 怎麼會吃到掛急診 為什麼會這麼恐怖 我現在給大家幾個情形之效 不要去吃這些補品 第一個 你有急性的感染 或急性的發炎 剛剛講皮膚仰視上 在過敏這也是 喉嚨在感冒的時候 關節正在痛的時候 急性痛風發作的時候 這個時候都不要去碰它 因為它會活血 我們講說 除了它是一個高熱量 高鹽分 又一個我們講抑制 女血促進循環的東西 所以正在發炎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會加重 這叫 紅腫熱痛 會變得更嚴重 第二個 假設你有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我們自體免疫像什麼 紅斑性狼腸 類風絲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 這些我們醫生拼命的 用一些類固醇 什麼免疫之後 再壓你的免疫活性 那你又把它 吃那些補病 把它整個活 那可能 開始就開始出現 一堆奇奇關節痛 又跑出來 那眼睛會突然疼痛 這些都是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整個又跑出來 那大家想 為什麼會流鼻血 太鼓為什麼會流鼻血 為什麼會促進循環 我們在想說 西西也很多這種促進循環 我們大部分都是一個 叫抗凝血的成分 那你其實很多中草藥 有一些抗凝血的成分 假設你已經在吃阿斯匹林了 然後已經在吃銀杏了 吃魚油了 很多人 其實這些人誰在吃 大部分都老年人 他曾經中風過的 心血管疾病的 你再來給他一個抗凝血 那大家 流鼻血還是小事情 流鼻血就流出來了 如果是在腦筑裡面流血 就叫中風 對 所以很多人 因為他促進循環 如果他有高血壓 他又吃了叫1加1大於2 這個都會出現 那另外一個 我們在想說一個叫做 失眠的問題 很多時候大家晚上在吃這個 它的本身 中草藥有提升 觸循碼 會造成你晚上根本睡不好 那隔天就更糟糕了 這個是幾點提醒大家 OK 那如果說要吃羊肉爐 剛剛邱香老師有特別提醒 可以加一些蘿蔔什麼的 那另外還可以加些什麼 或是怎麼吃比較健康 我覺得就是加一些高麗菜 那剛剛我們的醫生講得好 就是說它的含辣量高 就是在營裡的羊肉爐 一定會沾什麼 豆腐乳 這樣 不要沾 少一味 對啊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吃羊肉的時候 我們要挑 因為羊肉一般都是帶皮帶骨的 是比較好的 等級比較好的 那本產的羊肉是 本土羊肉當然是最好的 就是價位比較高 那如果你光吃那個回油的部分 因為羊肉本身你看他說 沒有什麼油脂 其實它的皮的油脂也很多 也很高 所以我們要搭配一些就是青菜 那像這個季節 秋天的季節那個菇類很多 也很好吃 就可以搭配一些菇進去 對 來均衡一下 對 這樣我們就懂應該怎麼來吃它了 對 好 這是羊肉爐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 好 隔天來吃這個 隔天來吃這個 隔天 可以這樣嗎 沒有啦 身體激弱還有你頭暈疲累的時候 我們要吃麻油雞 這個家裡平常隨時都能弄你 對 需要的 嘗嘗 馬姐 好像這個比較容易做 但是我真的是不能吃麻油雞 為什麼 我每次吃麻油雞 我一吃 我第二天就沒有聲音 對 都熟起來 好像整個人這樣熟起來 然後我就會覺得 整個人被綁得好緊 怎麼會呢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吃食鹹大腐沒事 對啊 可是麻油雞也是一樣 薑跟麻油去炒的 他好像沒有一些上 就是上火的這些中藥菜 真的會 像我吃羊肉爐的時候 我都不 因為我配很多青菜 所以可能就好一些 但是因為麻油雞 每次都是就是雞 肉跟麻油雞 對 我每次只要吃完 我第二天就沒有聲音了 因為你的酒 你沒有把它蒸發掉 對不對 麻油雞你太拼了 這位酒的關係 不管燉到有沒有酒味 但是我覺得吃完麻油雞 我通常第二天就沒有聲音 真的喔 我發現麻油雞真的跟我犯錯 是喔 我跟麻姐相反耶 我冬天吃麻油雞的時候 就一定會挑那種酒 沒有全部蒸發掉的 因為我跟你講 酒沒有蒸發掉 不是 因為酒沒有蒸發掉 那個會讓你整個身體是熱的 是熱的 是手腳冰的 然後特別是驚奇的時候 因為我的那個精血量 本來就比較少 我都發現我每次喝麻油雞之後 它就大量的出來 就覺得會排得比較乾淨 排得比較順 對 妳是驚奇前就開始喝 還是驚奇當下 前到中間到後面都給它喝 可以先喝 對啊 我也是覺得比較順 我也是有症狀其實跟你差不多 我只要一喝麻油雞 然後驚奇來的時候就會 像18歲一樣 對 妳也是說 18歲 18歲的料就是很多 很瘋狂 很驚人 那廖一隻 麻油雞的好處是什麼呢 什麼樣的人適合吃 雞肉它的杏味跟羊肉比起來 它就沒有像羊肉這麼的溫熱 它是比較微溫 它微溫 它比較適合氣血虛弱的體質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 比較倦怠無力 頭暈或是食慾不振 跟產後有時候 乳汁分泌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那個都可以吃這個雞肉 那所以雞肉本身它的功效 就是它可以溫中益氣跟 健脾胃跟強筋骨的作用 那這個是雞肉 那當然它另外一個主角就是麻油 剛剛大家講麻油 為什麼麻油可以幫助精血排 主要是因為麻油呢 在古書來說它有 它的作用 其實大家對麻油覺得好像很燥 其實麻油性味是乾糧 它是糧性的 對 它其實不燥 而且它有滋潤的作用 它可以溢乾順 可以潤五臟 你看滋潤我們的五臟 對 它也可以強筋骨之外 它說它可以立大腸 就是它可以讓排便順暢 它有滋潤的作用 而且它說它可以治包一 就是包一不下 在中醫講那個包一 就是胎盤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 在為什麼作業者的時候 一直要吃麻油 因為它可以幫助子宮收縮 可以排除惡路 那一樣它幫助子宮收縮 所以你在生理期來的時候 會發現吃麻油 肌精血量會排得比較多 因為子宮收縮 那這樣孕婦就不適合了 對 所以孕婦千萬不能吃麻油肌 因為幫助子宮收縮 有時候會造成早產 那可是月經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剛剛說它是幫助子宮收縮 可是如果你精血量 平常已經很多的人 有些人甚至 它有些子宮肌瘤 肌線瘤的人 它精血量是爆多 那你在生理期間吃麻油肌 是血量會太多 有雪崩之餘 所以會建議 如果我會建議 你不要吃麻油肌的時間 不要再驚奇的 因為第一天到第三天 其實你排得就不錯了 對 所以你這三天其實避開不要吃 你可以在後面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精血量已經比較少了 你吃一點麻油肌 把剩下的血再排乾淨 這樣是比較OK的 那你也不要一直吃下去 不然有些人可能這樣吃就 停不了 對 精血滴滴答答停不下來 所以就是作業子 它也是不能吃一整個月 吃一整個月 可能造成精血一直停不 二路一直排不乾淨 一直停不下來 那它裡面的酒呢 因為每個人的反應 或喜歡接受程度不一樣 那因為酒本來就是有 行血活血的作用 所以酒也可以驅寒暖身體 所以其實本身肌肉 它沒有那麼的 它是微溫 所以你剛剛說 如果你今天是吃香菇雞湯 沒有問題 可是你變成吃麻油肌 剛剛講為什麼麻油 因為麻油經過高溫爆炒 它本來是良性的 就變燥了 它就變燥了 對 所以如果今天你如果想說麻油 你如果今天是麻油用拌的 比如說麻油拌麵線 或是麻油青菜你拌一下 青菜其實是OK的 這樣就OK 它反而不會上火 所以麻油肌適合這種飯 對 是爆炒的關係 是高溫爆炒麻油 然後那因為通常 麻油肌一定是高溫爆炒麻油 然後再下去煮 所以它就變得比較燥熱了 了解 那什麼樣的族群不適合呢 洪醫師 當然這些麻油肌也算是一個補品 所以所有那些 對我剛講那些慢性病 什麼高血壓 中風 心血管疾病 這個是當然是最好避免 但是我要覺得這個麻油肌 跟其他的補品比起來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它是坐月子的時候要吃 一定跟那些 如果你家裡有一些 媽媽 姐姐 阿姨 這些有一些什麼乳癌 子宮頸癌 卵巢癌 這一類 補充女性可能會增加它的機率 風險 對 當然事實上 這一類的我們講說天然的 事實上除了那個藥材之外 很多我們講說小女生吃太多的肌肉 肌皮下脂肪會早發育 事實上這兩個加在一起 可能你的女性荷爾蒙會過高 那如果有這一類的疾病 就要特別小心了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 常常坐月子的時候 媽媽吃不完的時候 是誰會吃 可能是你第一胎 可能是哥哥或先生 那小男生就吃著吃著 可能就男性女乳跑出來了 會喔 因為那個這叫 女孩子可能就早熟 這叫天然的一些荷爾蒙 如果在一個正在發育期的小朋友 這個要特別小心 不要一直給哥哥吃那個麻油雞 安若迪可能是吃過了 對啊 胸部不小 胸部不小 第二個我們要講 討論到的為什麼 麻姐會 就是我們講這個叫做 我們講的 生代水腫 那生代水腫事實上是一個 叫黏膜的刺激 尤其是酒精 或是我們講一些比較燥熱 也高鹽份的東西 給它刺激下去 它有整個水腫的更厲害 那水腫到最後 你就完全沒聲音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人 是建議可以用一個 比較健康的方式去煮這個 這種麻油雞 譬如說傳統的方式是什麼 煮一下你叫半瓶米酒 然後用半碗的那個麻油 他們建議是說 比較健康的 你大概10到20cc的米酒 煮一鍋10到20cc 那麻油大概 那還好味道 因為我要提醒他 好少耶 坐月子的時候 你們幾乎是每天 都在吃這個東西的 經典類似你經常的喝酒 喝膏油的東西 我們當然照顧到復刻這個 我相信是有幫助的 在排二路等等這些 可是你們有想過 你可能對你的肝臟 對你的腎臟 是一個負擔去的 我就是等謝貨吃麻油 我們醫生講的那個概念 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我們那個做葉子的媽媽 吃的麻油雞 它絕對不會是純酒 可是一般我們在家裡 吃好吃的就是 現在好冷喔 天氣降下來10度了 那你在家裡煮的那個麻油雞 你可以用純酒 可是做葉子的媽媽 第一個 因為你會餵母奶 你喝了那麼多的酒 你的小孩子就醉倒了 對不對 而且會影響她的 會影響她的大腦 也不錯 對啊 安穩啊 那再來呢 所以再來我們在做葉子的時候 那個麻油的量 也不會用到那麼的多 因為一般會用那麼多 大部分就是說 要吃嘛 就是我麻油來拌麵線啊 很好吃 那我必須講一句話 麻油雞的麻油 絕對比羊肉乳的麻油少 絕對少一半以上 因為羊肉乳 它必須用的薑 會比麻油雞更多 為什麼 因為它要去腥 去腥 提香味 所以你吃羊肉乳 絕對比麻油雞負擔更大 那它的酒一樣化很多 那麻油雞必須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自己煮的話 當然是買那種 比較 養的比較竹葉的機會 比較好 因為第一個 荷爾蒙的關係 再來就是抗生素的問題 所以麻油雞要注意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還有就是薑的一個扁草 我們一般呢 我都會教大家 就先把薑 就是乾鍋去煎 煎到薑的水分不見了 再把麻油倒進來 那好的麻油 經過你高溫去烹調的時候 那個它已經氧化了 再來呢 它的屬性就變了 然後我們的中醫師講 它本來是一個溫的 一個比較潤的 涼潤的東西 結果你加了薑 把它變成一個非常燥熱 這都是烹調者的罪過 並不是麻油跟薑的問題 邱香老師真的是專家 他還說要竹葉的 我們怎麼知道他們竹葉 什麼看竹葉的竹葉 不用看 不用看 用蚊的就好 對 所以有超智 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對啊 這個超市比較難判斷 比較難判斷 像邱老師一定是買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 它只要有雞腳 你就知道 雞腳跟雞關 就大概可以判斷它這個雞 大概有幾個月 漂亮 好不好 來 今天一連串 不是只有這兩樣 還有第三個 來 裡面的稀有動物 你會發現 所有的薑母鴨 有名的店 它只開9月到3月 對 所以你只能在這個時間 瘋狂的吃 因為吃一次少一次 你夏天沒得吃 對 好像吃完了這個 這個季節過 明牌老闆 夏天就沒啊 夏天也吃不到薑母鴨 所以基本上我冬天 以前我都會吃麻辣鍋 吃火鍋對不對 只要是冬天 我絕對選薑母鴨 因為它可以下很多高麗菜 可以下很多的菜 就跟火鍋一樣 但是我就曾經一個禮拜吃了四天 然後然後整天早上起來長睜眼 你是不是因為你太鼓了 就叫薑母鴨還偷看了誰 我們就叫薑母鴨哥 跟偷看了薑母鴨 效果是一樣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有什麼方法 那乾脆來喝椰子水 好像降降火 因為好像也蠻有效 就吃完薑母鴨之後 你喝大量的椰子水 或者是白開水去睡覺 隔天早上起來 就不會這麼水腫 是嗎 這行家 也是行家 常常吃 你看 薑母鴨對我來說更害怕 為什麼你知道 其實因為麻油雞 我吃了已經就是會 只是沒聲音 但是還是美麗的 還是 但是我每次吃薑母鴨吃完 我就一定會長很多豆子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越年輕 對 為什麼 越吃越年輕 超腦爆的 對 年輕可是醜有什麼用 對 也是 對嗎 這裡面 所以鴨肉是比較偏寒 Type 所以鴨肉是比較偏寒信 所以它其實是很適合 對 因為它整天都很滑 當然是寒性 做假的 好看 好用 謝謝 真的 所以 UCLA想說 這個鴨肉它可以知音補薛 還有利尿消腫的作用 那 Delta也發現 其實所有的 為什麼也有利尿消腫 因為所有的肉類裡面 鸭的甲含量最高 所以那甲就可以 沥水的作用 对 这是因为古人发现 那现在就发现 说它的营养里面 甲的含量比肉类都高 比其他的肉类都高 所以它比较适合在 比如说我刚刚说 你容易口干舌燥 失眠便秘的人 这时候反而适合吃鸭肉 所以鸭肉其实很适合 现代我们刚刚说 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 但是重点来了 因为姜母鸭 它还有一个老姜 对 那老姜就是 老姜非常多 对 那很多还是也是会 有些还是会有麻油去爆炒 那不管怎么样 你老姜它是一个温热 对不对 我们中医讲这个 老姜可以驱寒也可以暖胃 所以其实它加了姜下去 它为什么 因为鸭肉也比较 那个偏凉一点 偏寒一点 所以它要加比较多的老姜下去 那刚刚讲 有些还会加一些药材 所以整个姜母鸭 后来还是变得比较偏燥热了 对 不然其实鸭肉 其实我们常讲是 夏天吃鸭肉 冬天吃鸡肉 因为夏天比较 夏天 对 夏天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上火 所以吃鸭肉 那冬天吃鸡肉 那我们这样好像颠倒了 鸭肉应该要夏天吃 我们都冬天再吃 夏天跟初天 夏天不开 秋天也可以 秋天 因为它是有 刚刚说你看口干舌燥便秘 那些都是偏燥 其实秋天刚好有秋燥 所以其实在那个 我记得在上海南京那个地方 他们其实秋天吃鸭肉 是他们当时一个饮食的习俗 对 是他们当成一个进补的指标 像我餐厅以前请一个 她是湖州小姐 然后她自己印象中就是说 她看到我们作业子一定都是吃鸡 然后他们湖州人 那就是说我们家作业子吃鸡就是毒 一定要吃鸭 所以他就说 你们台湾人为什么作业子在吃鸡肉 把自己毒成那个样子 那后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叫她打电话回去问 结果她妈妈去问了中医师 他们讲说 其实鸭肉它本身就是 因为我们刚生完嘛 那气血很虚 我们的皮毛都是脏开的 你吃了鸭肉 自己身体很健康没问题 如果说你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它会藉由你的脏开的毛孔 把它排出去 你再来就会非常的一个 就是等于你的皮肤方面来讲 或者是你的那个阴虚会内造 就是火气会莫名其妙 就是虚火上升的人 就会非常好 完全不一样 不过马姐你吃这个 听说你头发也会掉吗 是不是 我以前头发很容易掉 后来现在倒反而好了 为什么 我又不吃姜母鸭以后她就好 这个奇怪了 其实我刚刚说因为姜母鸭 其实鸭肉本身是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姜母鸭它会变比较燥热 所以你当然很容易冒痘痘 加上有些人说 因为其实我们头皮的皮肤 如果你发炎的时候 像有些有直漏性皮肤炎 再吃一些上火的东西 燥热的东西 它其实也会造成 头皮发炎一严重也很容易掉发 所以会建议 如果你正在吃姜母鸭的时候 你姜就少放一点 然后你可以再刚讲放一些白菜 或是放一些豆腐 然后一些比较偏良性的一些蔬菜 一起下去的话 其实是比较OK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鸭肉 其实我刚刚说很多人说鸭肉很毒 那我们讲的其实毒是因为看体质 因为鸭肉性寒 偏寒性 如果你很容易拉肚子 对 很容易腹泻的人 其实你就不太适合吃鸭肉 容易腹泻的 那还有什么情况不适合吃姜母鸭 我记得我带我儿子去吃姜母鸭 那他就在那边 哇 哇 爸爸 鸭肉到底在哪里 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吃姜母鸭 你把鸭肉好像客光啊 不是 好了 把鸭肉吃 儿子都没有鸭肉吃 你可能喝到的 我要强调是鸭肉已经沉没在那个金针菇 豆腐 鸡血 鸭血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台湾的姜母鸭是一锅 高口味 重口味的火锅 对 它的鸭肉只是提供小小的配角 然后存在很深里面 那这个代表这个是什么 哇 这个热量那么高 每次吃完姜母鸭之后 最容易挂急诊 为什么 有两个问题 一个人进来就是摸着这里腰痛 那叫什么 那叫 我刚刚讲那些豆腐类的 什么呢 我们讲说鸭肉类的 还有那些金针菇类 都是高普林酥 高普林酥第一个就到 这一锅有吃啊 金针菇也有吃啊 这一锅 这吃完之后你尿酸会突然变很高 假设你本来就有痛风的 马上就会发作 那第二个我很担心的 就是你们在 其实你看到中医的肾虚 跟我们西医的肾衰竭是两件事 对 没错 我刚刚那个廖医师有讲到 它是鸭肉高甲 我们肾脏 如果你已经慢性肾衰竭了 我慢性肾衰竭 这常常在我们肾脏科发生过 这很恐怖 他们要补肾嘛 就去吃这些鸭肉 吃这些汤汁 你知道喝下去 马上高血脚 因为它肾脏已经没办法排甲离子 这很多慢性肾衰竭的 果然隔天死亡 我在补充一个很恐怖 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二十几岁很漂亮 所以一个礼拜应该都吃五次 姜母鸭这一种的 那这个大概吃到 对 我想 原来你们是旧事 对 我一天吃到第三天 就眼睛熟起来 不是喉咙熟起来 是整个眼睛视力模糊 然后头痛 后来发现眼压很高 后来给他诊断 他应该是那个他本身就有一些 自体免疫疾病 那叫红彩炎 急性发作 他的那个前方水排不出去 眼压整个会过高 这再严重一点 有时候会失眠 很多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 自体免疫疾病的 在吃这类的话 特别要注意 刚刚马姐那个毛囊炎 豆豆的问题 当我们吃了一大锅这种东西的时候 里面很多东西会沿着你的毛细孔 想要跑出来 那如果很浓稠的时候 它只能塞在里面 就是那如果细菌在跑进去 感染性的毛囊炎 就压下去会疼痛 甚至有些会化毛 对 但是这个 当然有这种情绪要多喝水 多喝水把它排掉 把它排掉 所以是还好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当我们刚刚讲 它其实因为现在台湾的姜母 就是我刚刚说姜母鸭都已经变相了 它就是有一个大火锅 鸭肉没有几块 可是其实本身以肉类来说 其实我会推荐鸭肉 如果以现代营养学来看 两只脚一定比四只脚的脂肪含量少 对不对 所以你鸡肉量 家禽类 鸡肉 鹅肉 然后鸭肉都会比什么猪牛羊好 热量来说脂肪含量低 那以同样来说 鸡肉跟鸭肉来比的话 就同个部位 其实鸭肉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少 而且它的不保和脂肪的部位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鸭肉刚讲 所以鸭肉它的一些营养的成分 也其实比肌肉还多 而且因为以性味来说 它比较偏寒性 所以比较适合现代人 因为我们长期熬夜压力大 很容易上火 所以其实是适合吃鸭肉 其实我也是非常地符合 我们的中医师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觉得 再来就是 现在你去外面吃姜母鸭 它里面真的是吃不到几块肉 可是它里面都炸过的 有豆腐 还有干的那个什么豆腐卷之类的东西 另外它们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丸子 一些丸子里面有很多的 所有的成分在里面 还有很多的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可能我们的美丽的视力姐 就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 造成它的一个毛浪发炎 如果真的我们在吃姜母鸭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姜 去爆炒麻油 我们可以把那个姜 做成一个生姜 就是把它弄碎碎的 或者用果汁漆 把它打成一个姜泥都可以 加进去 那其实 又有姜的香味 就有姜的香气 又有那个姜黄素的含量 然后它就不会那么地上火 所以这是第三样 对不对 姜母鸭 还有第四种 好 来看第四种 也是很多人爱的 你腰稀无力 筋骨酸痛 吃个腰盾排骨 天 这四项里面呢 我最爱的就是腰盾排骨 那我个人喜欢带骨的 因为一定要拿起来 然后在它旁边 这样 对 然后再搭配它那个黑黑的汤 我觉得 对 对 它对我来说 你吞口水了 对 直接吞一下 它对我来说 不事不平 对我来说是一个美食 所以我一年四季都会吃 对 然后我一直吃的原因是因为 它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温和 它不会那么地燥热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很好 因为羊肉炉或就流鼻血干嘛的 可是药顿排骨越来说 完美 完美 对 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 非常好 伯爵妈也爱这一位 很爱 像最近天气开始变冷了 最近一个月 我大概平均一个礼拜 至少会吃一次 我就会拉着我老公去吃 然后他就也就是很配合我 结果吃吃吃吃到上个礼拜 他的痴疮发作 好 怎么会呢 他四点下有偷偷去嗑一些麻油鸡 没有 搞不好 搞不好对不对 对啊 跟别人 好轻轻 完了完了 走口一个药顿排骨 勾出一个下去问题 对啊 对啊 这样就适合了 廖医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药顿排骨 为什么可以补呢 排骨因为看你是用哪一类的排骨 一般用猪排比较多 猪肉的排骨的话 它杏味 因为猪肉是比较平性 所以是比较适合一般体质 因为它也不会太寒 也不会太燥 对 所以一般来说是还不错 那我们中医讲到说 这个排骨以形补形嘛 所以它可以补虚弱啊 异力气 撞腰膝跟强筋骨 所以很多人想说筋骨不好 就去吃一些排骨嘛 那我想 其实那刚才还有药顿 那药顿的主体一般 就还是十全大补汤 那我想还是那个十全大补汤 里面的成分啦 那因为每一家 每一家的用药材不一样 对不对 可能有一些它用的比较补一点 可能它是用肉桂 就温补一点 或老僵放的比较多 那它的这个性味 所以你说它会不会上火 还是看它用的中药药材 是用什么样的药材 可是又有个问题 很多人想说筋骨不好 可是它比较适合再喝 就我们中医来讲说 这种药顿排骨 因为它是十全大补 所以有个补的成分 它比较适合像 有些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它有时候天气一变冷 或是一下 它开始 膝盖酸痛 像气象台 那样子的体质 你是可以 就是慢性的这种 我们讲的筋骨老损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刚刚说 如果你本身有 自体免疫的问题 你有肋风湿性关节炎 僵直性脊椎炎 你就吃这些补的 有时候会诱发出来 还有你正好在扭伤 刚扭伤的时候 其实也不能吃这种药顿排骨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不是最有名的是什么 牵水事件 台北市水很多牵 那牵吃进我们身体里面去 你去测它 正不就是说 我们来测测雪中的牵浓度 其实那个根本没有用 雪中的牵浓度 大概30天就代谢一半了 可是在我们骨头 牵会跑到我们骨头里面去 形成一个叫磷酸牵 它的半衰期是25年 25年 半衰期的意思是说 排掉一半的浓度 25年 就是说你5岁吃了 可能要到55岁才排得掉 那假设这个吃了牵的不是你 是那只猪或那只女 它吃下去的 它会 我刚讲90%会跑到骨头去 那骨头去 它会你把它熬啊熬啊熬啊 就在那一锅汤里面去 所以那个 我刚刚只是讲牵喔 那时候重金属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大骨汤事实上 你在这样熬的时候 你要确保那只动物 来自于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 不然你就吃了一大堆的重金属 你知道它足够还难 真的很难喔 就去问它你从哪里来 有没有健康 有没有签 你睡的时候我们吃签 重金属中毒不会挂急诊 它是一个慢性的破坏 我们刚才讲签 就是让你慢慢地变成平血 然后开始你本来智商应该发展到120 变成100 完了 然后变成早发性的一个老年痴呆 可是这个你不会觉得是这个的关系 所以重金属事实上 无所不在在影响我们 大骨汤我是建议是尽量少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说还有什么会挂急诊 吃这个十全大骨汤 十全大骨汤因为 各个药材都不一样 药材 我知道药材跟药材之间 其实会有一些交互反应 包括跟我们的西药 包括你吃的健康食品 所以会挂急诊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喝到这些十全大骨汤或什么 喝下去会有一些头脏痛 会有恶心 或是会又觉得痒痒的 我是建议你马上要停掉 因为这越多种药材 它的反应会越恐怖 所以这个就要停掉 这大概是这两个 跟其他要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但这么美味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不吃对不对 薛夏老师 药炖排骨你建议怎么吃 像这个药炖排骨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会 他们都用浆滚 就一点点肉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很少会用到厚的 那个什么三砧板 因为那个肉就会太多 所以我们吃药炖排骨 吃完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拿个吸管 把里面的骨头 吸一吸 然后或者是整根拿来 把那个汁吸掉 这样就会很像我们的医师讲的那样 会牵会有一些 满心自首 对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一些 如果冬天要补一下这个食补 如果大家担心什么食材 药 有些食安问题 家里自己做 做另外一切 又可以补健康 对 来 我们老师的好货到你家 秋香老师 来来 这一道叫 深姜当工 好 好 好 深姜那就是我们没有去过度的处理的 就是 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会想推荐这个 很不太一样 你这个是佛所干还是 好可爱 竹姜 竹姜 对 竹姜 买得到吗 现在市场上非常多 对 这个季节很多 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 姜黄比较高 你看 姜黄是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样子 然后文化你可以闻看看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呛是不是 对 比较没有那么辛辣 它香气比较足 香香的 是 那我就会把它切片的时候 切片 我就先去干烤 烤好的时候 再把麻油倒一点点下去 就这个颜色 所以你看 这个颜色 你看这个麻油 麻油也没有变得很黑 你在外面那个麻油都已经很黑了 对 好 这边 因为这个鸭肉你就知道 就是它会有一些带骨的 然后鸭胸肉 我就把它切薄片 冷冻起来就把它切薄片 另外其他就是翅膀 还有一些骨头的地方 你就拿来煮汤 是 熬久一点 是不是 熬久一点 好 那你在熬的时候就加起 等一下 sorry 你这个汤头是 你刚说的部位以外 你的姜也是用刚刚这个边熬的 对 就大概用四五片就好 就够了 对 然后不要调味 对 就让它去煮 就一点点米酒 就好 是 那我现在我加进去的时候 我先不要加那个 先不加麻油跟姜 你一定会用它肉 因为你如果再加下去的话 又会怕太上火 所以先把这个鸭肉拿 你在家里可以用一个不沾锅 就不会怕它沾 另外你这样煎过的鸭肉 香气就很足 对 而且你把它削成这个肉片状 煮起来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你这个 没有熬太久 我们一般在煮这个鸭肉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当归鸭 或者是什么鸭 大家都要挑有肉的地方吃 都会挑胸肉 所以每一次就吃到后来 都快要翻眼 因为每次都没有挑到肉 所以在这边肉就很多 对 你看 好 现在有没有闻到很香的味道 有 香气就很香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给它一点点 一点点 不用太多 大概50些就好了 这样就够了 是 然后姜片下 姜片下 因为我这边有用的是新鸡 好香 你那个麻油下去这个香 是 你香就可以吃了 我现在有这个地方 好香 我要把这个药材吸进去 有枸杞 是 还有什么 鸭鸭 我放一片鸭鸭就好了 我们还是把它稍微洗一下 好 还有就是也是一片川雄 丢到汤头里 对 一片 川雄 川雄 就是它的风味 都一片就好 对 我们在家里如果有水龙头 就放到水龙头里面去洗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是黄芡 就是大概就是5钱左右 好 这里枸杞子 枸杞子我也放到大概5钱 它比较多 因为它的干甜味道 所以每一种中药 还是要洗过的 对 用温的开水来洗 因为很多人想说 直接就撒了 有没有 其实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些 例如脏东西 灰尘 是 对 灰尘 好 那这个汤头 我们就让它继续煮就好了是不是 对 那个继续煮 那我盖子盖子 其实我很快 这个酒下来 米酒也就一点点就够了 10cc吗 我跟你讲 不止了 这个大概有30cc 我本来是要倒很多的 可是后来想到有一个音符在这边 真的假的 但我下酒是不手软的 我以为你是因为 其实煮酒一点都挥发 完了那汤头是甜的 对 好 那我现在可以搭 可是因为我了 没关系 对啊 但是还是很好吃 还是很好吃 好 来把它加进去 我今天把这种给加进来 肉片大概爆香到半熟就好 对 因为在这边 你还是会煮对不对 对 好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然后把姜末 姜末加进来了 对 姜末直接加在汤里 对 炒的时候不用煲 其实我故意要把它弄得这个 就是整个连这个渣渣都一起进来 那你可能用果汁机去打 就放那个汁 对 但是因为这些渣渣 那你等一下喝进去的时候 你看这里面少的是什么 纤维质 对 你把它当纤维在买菜 你再喝汤的时候 就会喝一些进去 自己要加一些蔬菜也可以 可以 你可以在这里加 其实最大的就是高粒菜 高粒菜 高粒菜也没有带来 对啊 其实如果你很容易上火的人 其实就是说 我喜欢吃这些苦的东西 但是你又很怕说会上火 那你可以加一点点萝卜 但是萝卜跟人生 跟一些补血的东西 它就会把它的功效 抵消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口腹之意 我想要吃好吃的 那是OK 那就OK 对 是 那这个只要再度补起来就好了 那我们会不会很喜欢吃姜母鸭 可是又害怕会长痘痘 那我就加萝卜让它抵消 也可以 也是一个方法 也可以 因为你只是没有吃到它的那个 功效 你可能要补气补血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它的营养还是在 它里面一些蛋白质什么成分还是在 滚起来 这个时候 我呢 好香 我只要一点点不要太咸 太咸 太咸就要去找我们的红医师了 对 好 大概三公克就好了 也不到三公克 你这个连 太早 一小匙都不到 真的 你这样吃这么大一锅 你OK 有味道 相信我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 欢呼了 谢谢 好香喔 这冬 为什么大开 真的很香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喝汤看看 对 要先喝汤 对不对 马姐怎么样 好好喝喔 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 你喝起来这个汤没有咸味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就是要进补的时候 就是要喝汤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 对 你就必须要汤汤水水要多一点 对 如果今天我把盐下足了 吃到你结果刚好的时候 那你一直喝一碗再一碗 你的含那量就吸收太多 有道理 虽然刚秋香老师盐放得很少 可是喝彩也不会觉得没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肉你想要沾 就是一点点好的酱油 沾一点点来吃那个肉甜味就出来了 可是你喝汤就没有负担 真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 你随便喝都会喝到生姜 对 对 对 有嚼劲 对 对的 而且汤真的很清爽 所以生姜在这边很好吃 而且不油腻 不油腻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鸭肉其实吃下去就很有味道了 鸭肉很嫩 对 怎么那么嫩 而且有蟹片肉你知道吗 不会咬到骨头 吃起来很开心 好吃 这个很好 对 其实中国人很聪明 当然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这肝脏负荷会过大 是吧 可是生姜里面的那个姜黄 现在我做了一大堆研究 我发现姜黄有几个 可以降胆固醇 可以保护肝脏 可以对付阿滋寒末症 甚至有很多研究在对付癌症都是姜黄 很多营养学家事实上是在吃姜黄 在保护肝脏的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吃了一堆油盐糖的 在破坏我们的肝脏 又吃了一堆生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这样一个对一个 事实上是真的蛮聪明的 廖医师觉得这样补起来应该比较安全 对 没有错 而且他其实刚刚说为什么不用加那么严 因为其实中药材本身有香气 还有味道 所以就可以综合那个汤味 而且我觉得喝起来还有功效在 不只是好喝 以前我很怕生姜 但是轩老师这样子把生姜打成末之后 好聪明 煮汤 你吃起来就不会觉得这么难受 它有口感 所以我没有那么重的嗆味 身体乱香 它现在这个姜不一样 对 竹姜 这个姜很香对不对 香 好香 竹姜 大家可以记起来 对 竹姜 做法也很简单 回去我们就一样化哺乳稍微做一下 没事我们稍微哺乳一下 一 两个礼拜来稍微进哺一次可以 是 安全地哺乳 是的 好 我们也非常谢谢球箱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